大家好 歡迎收看 《價景都知》 這幾天台股的回檔 市場上的氣氛 普遍來講是比較悲觀 是比較不好的 但是我的看法卻不是如此 因為台股的一個指數 從9976回檔到今天9622 已經跌掉了350點了 同樣 從去年度的下半年開始 我說台股這種高姿態整理架構 只要每次回檔超過300點 你來跟我佈局 都會得到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操作績效 你自己回顧一下 今年度下半年 這邊的跌幅都超過300點 每次下壓超過300點 你來跟我合作 你來跟我卡位的 都會賺到錢 因為指數都會往上衝高 包括前一次 台股從高點回檔 來到9562 這一波段跌掉了307點 你跟我買進這一檔 所謂的一個台聖科的 也會讓你賺了將近五成 而且台聖科我在134賣掉之後 我告訴你我不會接回嗎 今天台聖科剩幾塊錢 剩99塊錢 一張又差了30幾塊錢 我的低進高出的一個操作績效 有沒有將會人之心用在刀口上 所以這次的一個台股也是一樣 你看一下從9976回檔來到今天9622 回檔的350點 我昨天再度的提醒你 前波的這個收繳止跌訊號 是一個強力支撐 因為它轉折向上 是不是 所以前波的低檔是在9562 今天低點是在9622 只有差了60點 既然台股目前最強力支撐 已經接近了 這是一個大買股票 很好的時期 所以我這幾天在盤中 叮嚀我的會員 這是一個重壓的時機 因為每次台股跌5300點以上 你來跟我布局 得到績效都很亮麗 這次當然也不例外 所以昨天台股的量價結構很漂亮 跌了106點 你會認為不好 是因為你看到大盤在跌 我看到是下殺取量 代表當昨天回檔修正 低檔的成金買盤是相當積極 它為什麼要下殺取量 因為禮拜二反彈沒有量 只有700多億 這要量價背離 所以禮拜三 它才要下殺取量 補正這個量的不足 昨天下殺取量之後 今天叫做什麼 叫做量縮價跌 今天剩700多億 昨天是875億 所以這兩天的量價結構 配得很漂亮 再加上台股來到 目前最強力的支撐 9562附近 對今天是9622 只有差60點了 親戚朋友大膽跟我布局 不要因為指數的下跌 你忘記了逢低買進的一個時期點 跌了300多點 我說你現在來找我 明智之局 你騙騙人你看我節目看那麼久了 每次的回檔 急殺找買點 我所給你利潤 你多親眼目睹了 這一次希望你把握一下 把握一下 因為有些強勢性的基歐股 它早就領先大盤落底止跌往上攻了 所以在禮拜一 台股在這裡 對我已經開始買進 這檔維生了 領先大盤 落底往上攻的一檔 基歐性的個股 沒有錯吧 所以接下來的一個格局 不要因為指數的壓縮 指數的不動 你就認為沒有機會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慶老老師有沒有準備好 你看一下禮拜 盤中大盤急殺的62點 我買進這一檔 胎壓兼熱器的一個領導廠商 他賺一股本 很漂亮的一檔機油股 所以老同學 我的會員應該很清楚 在之前你看我操作維生 都很順利 幾乎每一趟的進去 都浪費賺到可觀的財物 為什麼超過半年時間 我沒有碰維生 因為它在修正 對不對 這一段叫做空頭的回檔 不要去碰 碰了你就會大受傷 就很難解套 在開始主體的過程當中 禮拜一看到一個攻擊量 你跟我買 你不用浪費這邊的一個主體時間 所以強勢個股埋在發動點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操作一檔股票 是面面俱到 不是憑感覺 你看一下維生 我對它的產業結構 它的基本面 以及未來的大陸市場的展望 我都跟你交代很清楚 技術形態的底部跟量價的配合 那我們禮拜一現買現賺 所以這檔維生 禮拜運用的是大盤 盤中擊殺62點 我270開始買 10點06分就通知我們的會員 維生他要監測器一個大廠 賺一個股本 大陸市場很大 底部又完整 270附近買 我盤中帶領會員的資訊 跟我電視上秀的 產業技術量價 有沒有一模一樣 所以這一通訊息 價值連成 10點06分告訴會員 維生270買 你看一下經過17分鐘 23分股價幾塊錢 還在270耶 也就是說10點06分 你收到我訊息掛270 經過17分 還在270 會不會成交 這邊都還有269.5的成交價 保證一定成交 這邊都270嘛 買完之後 當天插一檔亮燈 收盤是279嘛 是不是買現賺9塊錢 禮拜二直接攻漲停 來到306.5 兩天的時間36塊錢 昨天的維生搶不搶 昨天台股跌了106點 維生盤中大漲了8.6% 我介紹股票為什麼那麼強 領先大盤落底 大盤隨時會止跌往上 我的看法就是那麼樂觀 反市場操作的依據 不是 請知道說說的 對 我的一個論述 前波低檔9562 它收腳止跌轉折向上 所以這邊是一個 很強力的支撐 既然支撐已經接近了 對啊 你認為這個盤 再度的下壓空間還有多大 所以這個時候 你來掃慶龍老師合作 非常的划算 買股票是要買便宜一點的嘛 指數跌掉了350點嘛 很多檔個股相對來講 是便宜了350點的空間 你這個時候來吹我 我會讓你得到一個 非常漂亮績效 光是微生 昨天禮拜三 台股跌了106點 它還往上走高 我選的股票那麼極優 三個交易日44塊錢 從禮拜的270 到昨天的314 用收盤價計算 我不會用最高價 來跟你計算 用最高價是60幾塊錢 所以慶龍老師 節目所呈現的 就是會員的績效 因為我都把會員的口訊 拿出來跟你對時對價 哪一位分析師可以做得到 我不厭其煩的 將會員的買進還是賣出訊息 秀給你看 而且跟你對時間對價格 而且一定保證一定成交 我的風格 誠信實在是我的堅持跟原則 永遠不會改變 股票市場上 贏家就是那麼少數 少數的贏家 光明磊落 敢秀抠訊 其他分析師 有誰辦得到 有誰秀得出了那麼多黨會的持股的買賣點 讓你參考 讓你佐證 應該是少之又少啊 所以今天的維生 股價怎麼表現的 上衝下行尾盤收平盤 今天維生 平盤以下可不不買 平盤以下可不不買 結論告訴你 還沒有走完 還沒有走完 他的表現 你從量價結構 以及他對大盤的一個走勢 相比較一下 你認為他走完了嗎 今天收平盤 270到314還是賺44塊錢 4天44塊錢 你覺得這樣的績效棒棒 他4天大概漲了快30% 我從今年度的一個開放盤 到今天為止 我告訴你內資中十五行景 所引動的中小型的肌肉股 給你報酬率 常常會超過三成以上 所以我希望你看完我的節目 對你的信心有所幫助 對你的專業有所提升 三成以上的個股 你看到了 我希望你賺保賺滿 而不是每次都賺四條的 厚大條的 你賣好去了 不要看完節目 再去做動作 盤中的資訊 有沒有價值 你有跟的 4天44塊錢 4天44塊錢 我還要繼續賺下去 所以一檔股票如何 發揮所謂獲利乘數效果 我講過 我的操作 買進加碼爆波段 所以這檔維生 既然還沒有走完 你想跟我們再度的切入的 不要客氣 今天電話一樣給他撥通 這個時機點 對你來講 投資組合相當重要 我昨天已經提醒你了 台股跌了106點 調整持股 當務之急 你這時候把一些弱勢股 換到很強的強勢股 等到大盤衝上去了 你的強勢股如果領先大盤走高 它會讓你產生非常可觀的財務效果 你之前損失的 連本帶利一定賺得回來 但是你要做出這樣的轉換動作 所以這兩天 你真的面對你的股票 不曉得擄不處理的 不曉得把弱勢股砍掉 換到強勢股的 你的強勢股要怎麼加碼的 需要有幫忙的地方 不要客氣 維生4天的一個漲幅 有沒有比大盤強很多 台股這4天你看不出來 什麼樣的好事情會發生 但是強勢性的個股 領先大盤落敵往上攻 它漲44塊錢給你看 你就知道踩對節奏換對標的 之前的損失不算什麼 你只要付出行動 慶老師願意幫助你 等一下廣告中的專線 盡量給它撥通 給它撥進來 我負責幫你解決問題 利潤以後你就看得到 不要因為這幾天 盤面的下壓 你感覺不好 你感覺手中股票跌下來不好 那是表象 未來行情該怎麼掌握 慶老師幫你看 我負責你看看 我帶你操作 比較簡單 不然你自己一個人 就要摸來摸去 你真的有辦法賺錢 如果你個人的一個操作 可以讓你避開每次的一個回檔修正的風險 每次上漲利潤你都可以賺到 那我相信你是高手 你不用看任何分析師的節目 但是你如果自己孤軍奮戰的一個結果 大概都是賺這條 抓大條的 經常都是滿手套勞持股 慶老師這邊的研究團隊協助你 渡過每次的難關 掌握每次的利潤 所以這次的台股 又跌了三百多點 這時候你來找我 代表你是騎騎人 你的眼光獨到 你願意跟著反市場操作的慶老師 並肩作戰 我給你利潤 絕對非同小可 希望每次三成以上的個股 你都可以跟我們一起來掌握 我說過今年度的行情 你只要跟我操作過一檔 三成以上的股票 直回票價 直回票價 費費不算什麼 不要每次多想省那個小條的 結果你自己去做 抓大條的 有比較好 不要跟欽老師計較費費 績效證明一切 沒有績效 任何便宜的費費 很常的會期對你來講有用嗎 你大概看兩個禮拜 你就不想跟了嘛 這邊的一個抗訊 值得你來跟 我都有秀出會員的抗訊 來讓你佐證 維生是不是買在兩百七的 是不是買在兩百七的 今天收盤三一四 用收盤價計算 就是四十四塊錢 四港的時間而已 是不是 所以這檔雷科 四月七號 我說 營收成長超過一倍 那從量價形態來看 要走噴出段 所以直接試駕追 對我不會在最低點 畫個圈圈說買最低 我當天是不是告訴你 追 我帶會員追的一個價格 就在三十二塊錢附近 這時間價格都跟你對過了 追完之後 亮燈 亮燈完之後真的沒有低點 所以我當天三十二塊錢 買的對不對 你不買這個位置 隔天衝出去 沒有低點讓你買的 是不是噴出 三十四點七五 那四月十一號 當它創新高 開始回檔了 開高走低 你開始又認為不好 但是我看到 三根多是一萬張的一個天量 這叫聚合的攻擊量 親愛的朋友 聚合的攻擊量超過一萬張 我這套股票好進好出 又好賺 所以我沒有因為它 高一高走低悲觀 所以當它回檔修正 上禮拜五 支撐接近了 我買進的這根紅K棒就是支撐 這要發動點買點 所以既然支撐已經接近了 所以上個禮拜五 利用大盤 盤中跌了103點 33塊錢再度的低接 這檔雷科 因為基本面還是成長79% 所以你看到我們一個動作 是不是如同我在電視上 對個股的操作 給你盡力一模一樣 多頭強勢個股 要就買在第一個發動點 那第一個發動點 如果沒買到 當它回檔修正 回撤之間的買點 你要會跟我買 兩個位置的買點 我都讓你看了 對不對 有沒有做對 上禮拜五 台股急殺 雷科資深人民幣買點 買在33 這禮拜開始漲 禮拜二強攻漲停 賺漲停板要靠實力 在它還沒有衝上去之前 這兩個買點我都帶你進場 禮拜二出現13000的一個新天亮 當然還有高點 我說前波高馬上過 禮拜三馬上過了 最高39.15 當天是不是開高走低 漲啊 我說昨天的雷科 當它爆量 創高之後 該怎麼處理 昨天出現2萬多張的一個新天亮 再度的2萬多張的新天亮出來了 那一量線性下行概念 它當然還有高點 只是說昨天這個量的 周轉率有點太高啊 所以呢它會怎麼走 它如果因為周轉率太高 需要經過長時間的整理再走高 這樣雷科 有沒有 我就不會告訴會員 再度的底結啦 對該減嘛 該賣就賣啊 我不想浪費時間啊 因為最好賺就是這兩個買點嘛 上去的一個位置嘛 所以這是我昨天特別提醒你一個地方啦 那當然如果它是 比如說整理個三五天就會馬上走高 那昨天的低點 今天低點 你當然可以做介入啊 這是我特別在昨天雷科爆量 因為周轉率偏高啦 2萬5千多張啊 這個一個處理個股的一個忍耐 當然清老師會幫會員做 明智的選擇 該講給你聽的 我盡量講給你知道 該保留給我們會員專屬的權益 我要對他們特別的尊重 清老師當然不會只有照顧我們的會員 對電視機觀眾 你接下來的持股 該怎麼調整 讓你產生一個反敗為勝的一個效果 這兩天是關鍵的 你只要換對股票 你未來的人生是彩色的 你之前的損失 是可以連本帶你賺回來的 需要幫忙的地方不要科技 廣告中的資訊專線 盡量給他打進來 清老師協助你度過難關 幫你調整持股 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的一個現場 全東的戶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成東投庫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洞行市場 穩健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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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東投庫 值得托付 贏了2752 5868 巴菲特 巴菲特 成東投庫 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精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新任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速加專線 022-2752-5868 2752-5868 現在加入蔡老師行列 即可獲得20年操盤經驗的 精心著作 價值型投資操盤新法 彩色精裝版 簡單易懂又實用 賞自己成為操盤手的 最佳利器 一出在手 受用無窮 非跟不打入匯專線 022-2752-5868 2752-5868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來分析一下 康控 3月24號的康控 我說要走噴出段 當天最低92 他有沒有噴出 從92沿路的噴出 來到111這樣漲了53% 我有沒有帶你高檔賣 4月5號的康控 我賣在138 這訊息都跟你對時對價過了 當天市場上很熱鬧 很樂觀 4月5號的一個大盤 每個人都告訴你 馬上要攻萬點了 結果金老師有沒有幫你解碼股票 4月5號的康控 我賣在138 賣完之後 台股現在回檔了 回檔了350點了 接近前部的低檔 這個強力的有效支撐 現在有沒有 跟我重壓 跟我大買 我不會讓你失望 你只要付諸行動 跟著盤中訊息 我相信我給你效果 那個績效非常的迷人 因為這幾天 普遍市場看不好 你敢逢低乘接嗎 你敢嗎 大部分人都在觀望 我斷的賣好不好 所以高點康控138有賣 結果回檔三天叫轉折 差了17塊錢 我121做接回 接回之後 當天開機走高 上禮拜二 125再短賣一趟 賣掉的一個 康控125嘛 那回檔 禮拜三 我看好他的後事 所以我告訴你 接下來明後天有機會 欣賞老師的反市場操作 你有目共睹 市場上的 這個名號非常響亮 你看其他分析師 在跟你分析康控 應該都是他大漲 創新高的時候 拿來跟你炫耀一下 拿來湊熱鬧 井上天花嘛 我的看法 我提供給你一個建議 是不是跟別人家不一樣 上禮拜三的康控跌到115 我說明後天有機會 誰會這樣講 既然明後天有機會 當天12號的康控 117先買進 先卡位 下來我會再加碼 低階 低階完之後 禮拜四亮燈 在掌金牌沒有發生以前 要先帶會員卡位 那禮拜五的一個回檔跌到120 其他分析師會看好嗎 會繼續跟你追蹤嗎 我為什麼持續性的 追蹤一檔股票 這就是我帶領會員的完整流程 對吧 不然其他分析師 跌的時候不敢講 搞不好都賣掉了 是不是這樣 漲的時候才來湊熱鬧嗎 絕對不是這樣 完整連貫性的分析 代表我們真實的操作過程 所以上禮拜我的康控 我說如果有再下來 一定要大買 所以當天121再低階 台股是重挫 低階完之後 你就看到這禮拜一它亮燈 漲停板以前帶會員低階 這樣才有實在 是不是 所以禮拜兩根漲停板之後的康控 我說會過前波高111 禮拜二有沒有過 禮拜二來到143.5 過高 過高當然有賣壓 所以當天開高走低 你又害怕你又擔心了 我看到的是出現 4800多張的新天亮 這個周轉率還蠻低的 所以我告訴你還可以低階 它沒有走完 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昨天禮拜三 已經提醒你要把握低階了 今天的康控 回檔了三天了 是不是一個很好的轉折買點 希望清博老師盤中給你的口訊 你可以全程來帶到 低檔會買高檔會出的板市場操作 絕對是少數贏家 遵守的一個操作法則 這一檔一樣 先給你結論 它已經五天的一個短底浮現了 它這幾天表現領先大盤 足底完成了 跟維生一樣 維生領先大盤落底 禮拜一買衝上去44塊錢 這一檔醫療長照的政策概念股票 我在3月10號進入壓縮會噴出 告訴會員231買 買完之後是不是噴出 漲了95塊錢 我3月24320賣掉 這樣一買一賣賺了89塊錢 是不是 所以整個醫療現在回檔了 五天的短底我看到了 我跟你講 而且它已經不再破底了 所以它當然有機會做表現 所以對於目前台股悲觀的氣氛 是因為大盤它在跌 我看到是未來很多強勢個股 它會領先大盤衝出去 這是你要跟我掌握住的一個操盤節奏 包括昨天告訴你這一檔 3月營收歷史新高的 年長率高達34%的 昨天出現1萬多張的攻擊天亮 昨天我告訴會員型態突破買 我說還有機會 今天這張股票開高走低 今天馬上又出現 超過1萬張的新天亮 現在有沒有 把握來到這一條支撐線 位置附近的買點 因為接下來它回撤支撐 馬上要再度的啟動 這是我今天特別告訴你一件事情 另外你的持股要做好調整的一個動作 需要幫忙的地方 趕快跟我聯絡上 因為這可以讓你反敗為勝 明天見 過一個月號 給你趕快坐 五奶一 最後一集 給大家看 快需要 准一邊